佳姐 你有这么多水晶泥 送我一份完蛋 当然 不行 看你这么可怜 你能不能把泥改造成假水 小餐一碟 让我们来PK看谁改的更好 如果你改的比较成功 这些泥你就随便挑 我就选 它 因为这个泥看上去 比较柔柔 闹了一点脆脆的钻石泥 先来一份橘色的泥 好瘦女的粉色 让小生活过得去 泥中必须加点绿 最后来一点暮昂的紫色 它质感有点硬 颜值没毛病 在灯光下也是相当的仙气 那我的改造方法特别简单 就是在明年加入温水 我使用这瓶每年拿香蕉汽水 就是我的改造神器 它画你也是一绝 你侧面看真的是一片星辰大海 我的你非常柔软 三下午除了就能改造好 背负这份印鸣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它们掰成碎碎鸣 像一颗个水晶石一样 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 我的加水就不完成了 还一个小时 我的早就完成了 完成的话有什么用 你一个优我美 有我好玩吗 比一比啊 这是我做出来的橙汁甲水 哇塞 牛肉性超级棒 给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甲水 看到吗 这才叫牛动性 捏起来水润十足啊 不但手感比你好 延续比你高几个档次好不好 我以为不能再玩你的泥了吗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吧 不过你能拿出来 我今天一共改造了几何钻石泥了 好就还可以再玩好的事来不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家庭 给我的多少钻石泥吗 快点告诉我 哈哈哈哈